俄乌形势风云突变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撤回部分 在乌克兰边境军演的部队 眼看整体形势有趋缓的迹象 对照过去几天 战事一触即发的态势 普丁松口表示 继续准备谈判 以降低乌克兰危机的紧张气氛 问题是俄乌矛盾真的解决了吗 接下来还有哪些困难需要克服 这是今天的国际新闻评论 要讨论的重点 在昨天的新闻评论中 我们谈到大国禁逐地缘政治利益 就算危机短暂趋缓 但并不能代表将永保和平 主要原因在于为了达到最大的战略目标 发动军事威胁的国家 仍可能会再顾忌重施 俄罗斯对维持现况的坚持 在欧洲影响力范围尚未划分之前 要取得有约束力的谈判结果 需要相当冗长的过程 俄罗斯的退兵决定 可以视为普丁有意进入外交谈判的起手势 但这并不能代表乌克兰危机就此解除 毕竟还有部队驻留在乌克兰边境 与白俄罗斯联合军演还在进行 俄罗斯仍可能会有随时侦派部队的动作 显然俄罗斯与欧美国家如果在谈判过程中分歧难解 甚至谈判破裂 俄乌刑事将可能急转直下 值得留意的是谈判会采取什么模式 2015年的新明斯克协议 由俄乌德法四国签署的共识 是外界认为可以复制的模式 换句话说 由德法扮演证人的角色 让谈判结果能落实 这是符合俄罗斯对于安全要求的立场 不过这恐怕不太容易 毕竟俄罗斯反对北约东扩 德法无法完全代表北约 倘若北约也要上谈判桌 那么谈判过程可能会更复杂 甚至难以进行 此外俄罗斯反对北约东扩的深层考量 就是要确保自己的后花园不受侵扰 尤其是削减来自欧美国家的军事包围 坚决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 只是其中一个环节 换句话说欧美国家及北约要向俄罗斯保证 在俄罗斯周边地区的军事部署必须撤离 但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任务 欧美国家也早已表态拒绝 其实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恫吓 就是出于地缘政治的顾虑 借由军事压力来增加自己的谈判筹码 真正的目的就是要重新划分欧洲势力范围 进而取得西境的机会 盟友的眼中势必视为是一种威胁 俄罗斯反对北约东扩 而欧美国家则担忧俄罗斯西境 显示彼此间的信任不足 这会是未来谈判的最大障碍 恐怕不是乌克兰加入北约与否这么简单 回顾这段期间的俄乌形势发展 虽然争议仍未解决 但是可以作为检视未来国际形势发展的重要参考案例 俄罗斯对区域事务的策略发挥的淋漓尽致 甚至会延伸到未来谈判的进行 美国处理全球事务不再势必公亲 其盟友及伙伴将会依循多边主义的途径来分担角色 可以说大国之间的权力角逐相当精彩 当然俄罗斯愿意回到外交谈判桌 大国之间的穿插周旋起了作用 而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态度软化 让普丁有了台阶可下 不过俄乌短暂释出微薄的善意能持续多久 没有人有把握 每个国家各怀鬼胎 增添了地缘政治的复杂性 真正的挑战才正要开始 谈判有进有退有得有失 要避免兵戎相见 那需要有更多的耐心 以及付出博弈溢价的成本 可以说截至目前为止 俄乌形势的发展未完待续